我們今天是位於宜蘭縣的德卡倫部落 和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以及地球公民基金會 三個組織跟部落 在這邊在台北高齡行政法院 針對台灣水泥和平廠 要設置企劃爐 企劃爐來處理花蓮縣的生活垃圾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是要表達 我們針對這個企劃爐的環境差異分析的這個行政處分 非常不滿意 認為其實這個行為 這個應該是一個新的開發行為 應該要重新做一個審慎的評估 重做環評 然後來評估這個當地居民 對因為這個事情 這個開發行為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一個行政訴訟 我們德款部落 起初這個華蓮縣環保局台灣水泥和平廠簽署 契約 我們這些做企劃爐之間 從來沒有像我們奧華德款部落 資商過 因為我們距離和平電廠 直徑只有差不多三公里 然後我們生活也是在共同圈裡面 我們進出也進出和平 然後回來也從和平回到奧華 所以這個部分 德款部落知道之後 投票 通過 訴諸 訴訟 事宜 我們也請我們的律師 幫忙處理這個部分的事宜 整個奧華村的村民 然後 德款部落的族人 委託部落會議 和我們的義務律師團 大家在這裡提起這個 訴諸法律的這個救濟途徑 但是第三個懸崖 在這一次的 我們訴訟的標的 就是做這個環差的這個開發行為 他把它改成 從水泥咬改成一個企劃爐 企劃爐其實 簡單來說 他就是有點類似 焚化爐的一個東西 只是他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企劃爐 所以你也要變成企劃爐 出產的這個產品仍然是水泥 但是原料 做水泥的原料 跟水泥要燃燒時候的燃料 都從本來的煤 本來的大理石 增加了各種不同的廢棄物 來去做這個替代的原料 和替代的燃料 那除了這個位置 改成企劃爐之外 他在旁邊還做了一個 叫做打卡再生資源中心 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東西他們在 認定上 環原鮮環保局 甚至環保署 還有我們的臺泥 都認為 他是以一個變更的行為 而不是一個新的 處理垃圾的行為 這就跟我們部落 和我們兩個團體 非常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邊 透過法律的途徑來 行求救濟 之外要的非常簡單 我們只想知道 我們隔壁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不要有垃圾廠也不要有焚霜廠 在我們的隔壁 那一直以來台泥86年建廠以來 到現在24年 中間歷經了四次的變更 三次的環差 以及現在第四次的環差 裡面的變更都是逐步的 逐向的再燃燒廢棄物 要來取代燃料 水泥的燃料跟原料 包括廢輪胎切片 包括水泥廠的燃料 包括各式的廢棄物的底夾 這些東西我們全部都蒙在鼓裡 即便是現在 連當地和平和中和人 全部都不相信 他們最敬愛的台泥 居然燒廢棄物 我們今天來到行政法院 不是要來做抗爭 除了要表達你的心聲之外 是要來實施我們法律上的權益 憑什麼說因為我們不是花蓮縣 是宜蘭縣就沒有我們的市 距離不到三公里的距離 比起他們現在的和中部落 和人部落都還更近 更何況是有一半五成以上的風向 是吹轟我們德卡羅部落會議的 憑什麼你說你燒垃圾的煙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部落 這是我們真真確切非常擔心 也非常憂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成德到尾 他們沒有跨過這部橋 到我們奧化部落來跟我們說 任何的一個說明會以及簡報 那蓋的是沒有煙囪的氣化爐 但是想到這邊 我們主人又更擔心了 你要來燒垃圾 廢棄物燒生活垃圾 承認你要怎麼燒 垃圾擺放在哪裡 它所衍生出來的不是只是空氣 還有污水 但是一直以來台泥對我們的態度 就是說你是以來限的 我們不需要跟你報告 加上我們的園儀會 也因為法律上的不完備 引用那個法條 我們不具有諮商同意的權利 也不讓我們 視野是關係部落 但是在事實客觀的認定上 就距離就分享 我們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 被影響到的關係部落 常常我們上部落下部落 小學就在下部落 我們的孩子已到下午 昏塵每天都要清灰塵 只要有錯位 一定是先飄到我們孩子的身上 但是對於他說 他能夠做到 林輿軟林排放 企劃場這個部分 我們是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因為我看不到 摸不到也聽不到 完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你 因此我們的五大需求 第一個 支持台泥 反燒廢棄物 第二個 我要環評 不要假環差 拒絕坑屋 我們要生存 官方大盜 排除澳花村 拒絕黑箱 主權歸原民 我們希望台泥能夠在 資訊公開透明 對個我們提到坐下來 來跟我們談 好好的來告訴我們 你要怎麼做 台泥沙热社要環評 台泥沙热社要環評 資訊公開要透明 資訊公開要透明 台泥沙热社要環評 台泥沙热社要環評 資訊公開要透明 資訊公開要透明 資訊公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